人來人往的廣場上 突然竄出熊熊火焰 一下子猛烈燃燒 嚇得周圍民眾驚慌逃離 大陸湖北武漢一個攤販 正在叫賣輕氣球 周圍聚集了不少人 沒想到氣球突然爆炸起火 火焰直竄三四公尺高 驚險的瞬間 全被監視器拍了下來 一名年輕男子 帶著兩歲的侄女正在買氣球 根本來不及逃離 兩個人的臉部和脖子 都被嚴重燒傷 當時就懵了嘛 那一下子就懵了 我一蹭我一懵了 我人還往後退了幾步 我子女還在那兒站著 我人站得高一些 我就受傷嚴重一點 小孩就稍微輕一點 眉毛燒沒了 睫毛也燒了 鼻子也燒了 嘴巴燒了 你看臉也燒了 頭髮都燒了 還有衣服也燒了 你看耳朵 脖子 小朋友因為傷口太痛哭了 一整夜雖然沒有生命危險 目前還在醫院治療 有目擊者猜測 賣氣球的攤販附近 剛好有一家燒烤攤 事發當時風大 可能有火花或熱油 見到氣球 才會導致爆炸 事發後賣氣球的中年女子 已經慌張逃離現場 受傷的男子 因為擔心子女傷勢 來不及上前攔阻 因為兩人後期的治療 還需要大筆費用 他們希望能盡快找到 賣氣球的女子求償 記者綜合報導